这边来看一下YS对阵猪雀的第二局下半场 上半场是非常 那个怎么说就是峰回路转 天有不测风云 谁知道这么就来了个对吧 神之地窖 那这把的话看一下 第宝这边也是拼了 逃出艾维 讲道理这个阵容我是非常不看好 艾维的 因为他很难 你上来抓入恋师 艾维打入恋师 我之前给大家讲过 看似好像入恋师没什么操作性 其实入恋师灵鹫一波以后 艾维的那个节奏就全无 抓心里呢三刀 抓勘探员呢 勘探员有一个26能力 就抓哪个都不是特别舒服 来找复兰 一波一足本相喷到 第一刀起带的是张狂 后续的话这边接闪现两刀 第三刀怎么起呢 这第三刀才是关键呀 雷格西这边好像是过来看了一眼 这波看了一眼 这个心理可不是好消息哦 这个心理如果给他套灵鹫 这把低宝的上限可就 只有平局了 这个心理学家吃个灵鹫啊 低宝这边就待会就只剩一台机了 这个心理如果吃个灵鹫 低宝这边就剩一台机了 就佣兵就一波灵鹫给一波 或者灵鹫给一波 佣兵就一波就真的只剩一台机了 这里的话其实一足本相给的挺好的 一足本相其实给的挺好的 但这边的话直接起灵鹫 哇在大防二楼 传过来 传过来目前来讲 心理这里 还是有一定的牵制性的 毕竟在一个非常强势的 点位 这里好像不能管这个入恋师吧 应该入恋师当个跳板过来传一首 我觉得应该不太会去管这个入恋师 这入恋师打他一刀都很亏啊 真要追这入恋师的话 那节奏就等于说重新推倒重来了 不太可能吧 真要追啊 这一刀追完入恋师 就是因为对于艾薇来讲 他现在其实没有办法接受这个换挂的 你打一刀入恋师 入恋师去修机子了 待会不见面的 你得挂飞这个心理以后才有机会再来处理 这个布局入恋师 在为后面做准备 但是你前面这边的这波 上挂挂飞节奏 都还没有能够把它稳定下来啊 来看一下吧 可能是要转手打一个控场 这里把心理挂上 待会再看情况 这里伊斯仁确实在找入恋师 能不能呢 目前不太好说啊 因为我个人感觉就是这一波 他延缓了这个二挂心理的一个时间的 还是至少不赚吧 你说亏不亏我们往后看 但至少感觉不赚 这里的话 佣兵来不来救一波 这波好像 如果能救下来的话 其实也蛮舒服的 因为我拨命 挑护币进来 打一刀 那这里佣兵往里缩还是怎么的 心理往外硬冲 这里佣兵也要挑护币出去 怕你来追个双挡 这一波完成双挡 好像有点机会啊 看起来啊 看起来好像有点机会 因为这样挂飞心理 佣兵倒地 入恋师是个半血 哎 真有机会了 那这一波双倒打完 我觉得啊 前面打这刀入恋师就有点说法了 对吧 因为你这波把这入恋师 如果说能击倒 看大员这边过来保心理了 看大员说 你问过我了没有 闪现取消插刀 来我问你一下 你打不打 还想打 还想打 一切的一切都要看这三岁 看太远 有没有 没机会了吧 没机会挂飞 挂飞以后 佣兵 现在还躺在地上 入恋师这边 位置 如果暴露 现在穷圣者的状态很残啊 这个局好像是个四抓 如果是个四抓 是大分小分全打平啊 哦 那真是刚才那刀入恋师 打完现在来看的话 现在场上就全残了 那就真可以了 传过去 入恋师能秒掉吗 40多点 看太远在外面起机子 那这的话 伊斯兰可以过去再给看太远压力 我本体守住这边入恋师 然后过去给看太远压力 补上以后压住密码机了 对 再招回来 这么说来 这局的四抓面很高啊 哎呦我的天呐 这赛前我记得有个250 压根不看好 这个艾维的 这确实是个铁丝抓了 打的也好 打的也好 那一切的一切节奏点 从什么开始呢 从那波双岛开始 从那波双岛开始 想想有没有机会跑一个 这跑一个好像不太可能啊 我这这对吧 我左边管一个右边管一个对不对 人管一个魂管一个 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把密码机修完 只是时间的问题 我闪现好了 我现在已经 再附好 过来 如连试试教自己的 咔嚓一刀 都不需要教闪现 最终去找这边的看探员 喷一口 吸 附身 船 哎 这边那浇了个飞轮 好像没船上去是吧 还是说这边就反绕你 我呼呼呼呼 这吧 我只能说 地宝打的好 真好 船过来 哎 咔嚓一刀 闪现还捏在手上呢